只要你精神好 只要你有愛 你就會延緩躺在病床上的時間 我們一般的統計是這樣子的 大部分一個人一生大概有七年要躺在病床上 所以我們鼓勵關懷協會辦了很多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祈禱說不是比賽 祈禱唱歌比賽 祈禱桌遊 要死守自己的堡壘應該走出來 到我們的關懷據點去 我們去台灣有這麼多關懷據點 每一個據點都歡迎所有的長輩去一起共產 因為我們在推老伴不是睡在旁邊的那個伴而已 我們希望老伴是一群可以一起生活的老朋友 所以我們非常的鼓勵所有的老長輩呢 都能夠一起呢 中午的時候晚上的時候到關懷據點去共產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在照顧老人的路上 我們漸漸的發現到 很多的老人 他還會回去照顧自己兒女 甚至孫 因為小孩生病了 我們就覺得心很痛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台灣是一個越來越老年化的一個社會 但他生的少 結婚也少 生的更少 所以每個孩子已經不是成沙了 而是珍珠 每一個這麼寶貴的珍珠啊 我們都希望他很健健康康的長大 於是我們就商討了 商請了這個議長 是不是我們一起共同來合作 來鼓勵這些小朋友來 一定要重視健康